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麻煩各位记者朋友和传媒来到我们的记者招待会 今天我们郑重泰立法议员办事处联同一帮居民 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就着一间奥地利跨国公司 奥地利跨国的财团 涉嫌透过一些不良的手法去诈骗小市民的血汗钱 在我们的记者招完结之后 我们会直接去湾仔的警署总部 作出一个报案 也希望和要求的就是政府当局和相关的执法部门 去严肃跟进和处理相关的个案和事件 好了 我说一说事件的背景 我们的办事处是收到有12位市民的求助 就是指在2013年到现在这段时间 他们是向跨国财团这间公司 这间公司就叫做Lyoness L-Y-O-N-E-S-S L-Y-O-N-E-S-S Lyoness 这一间是奥地利的公司来的 他们就是在2013年到现在 特别是2013年到2015年期间 就向这间公司是购买了相关的服务和一些产品 主要透过那个方法都是说加入这间公司 成为他们的会员 他们的会员是会分不同的级别 只要他们是付一些相当的款项 或者一些服务的费用 就可以在那个会员制度里面有一些的优惠 甚至有一些的回责 譬如举例的就是说透过一些的手法 举例的就是如果你是加入了一个叫做 譬如忠诚的计划成为了一个普通的会员的话 你去购买一些我们经常在生活里面接触到的商铺 又是日常生活的商铺我所强调 譬如举例有连锁的快餐店 薄饼店 一些的日用品的购物店 甚至百货公司等等 你只要加入了一个会员的话 你就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钱或者折扣 买到相关的一些的生活或者现金的代用券 是的 但是问题的就是说当他们是成为一个会员之后呢 那当然是遇到货不对版的情况啦 亦都是那些代用券就并不是说如他们在之前 就是签署那个合约成为会员之前那些的所理解一样 是有那么多的选择的 甚至是慢慢慢慢的就是没有了 是的 亦都在那个的情况下就作出一些投诉啦 但是当他们是想退款又或者是想终止这个所谓会员制的时候 是竟然是被要求是负以更加多的款项 才是所谓可以能够离场的 甚至那个款项呢 是比他们那个的就是当初投入的的金额呢 可能是贵上十倍或者接近上百倍的的说法 才是能够是完全回本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很多的事主呢 亦都是有向过政府相关当局啦 和一些部门去求助 亦都是因为求助无门的情况下 我们才被迫是要开一个记载招待会 去要求的相关的执法当局进行处理 那具体呢 具体呢 所涉及的金额呢 并不是说 可能大家在近期所了解得到的那些 就是类似相关的骗案那类的 那个金额呢 就是我现在手楼上的资料是所记录的 那当然未必是一个准确的数字 但是是有一个的范围啦 可能小字的说是大概可能八万元 或者十万元以下一个金额 一般呢 就是由十万 至到二十万 至到三十万 左右的金额 那有些的个案呢 是可以去到 就是上五十万 或者上八万 都有的 在现在手楼上的求助个案 但是呢大部分都是由十万至到三十万 是的 的金额 那今天到场的几位的事主 我收到十二位的求助 那今天到场有七位的 我们一会就会直接 是同那七位事主 那是去 就是去警署报案 那大家明白那件事就是因为都可能涉及的 就是一个案件我们未报案 亦都可能当中是对这间公司有一些刑事上的指控 那所以呢 我们的事主都不是希望的 就是说那个身份上的曝光 那 那待会我们有些问题的话 那可能性事上 或者我们用一些其他的称呼 那大家理解吧 OK 好了 那那个金额呢 大家听到的就是说 其实是大概十万 二十万那些数字 未必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那但是为什么我们都希望 就是透过这个记者招待会 是要求政府当局正事当中的问题 因为呢 这一个就正正是这一间公司 这一间跨国的集团 它能够是掌握和拿捏到小市民的心态 的心理 因为那些的用品 或者他们是所存销 或者所推销的服务呢 是我们生活里面 必须接触到一些的公司 或者百货等等的 那所以呢 那个就并不是说相当大的金额 或者上百万上千万 反而的就是说是一些 就是相对相对比较小的数目 十几二十万 真是一些小市民的血汗钱来的 是的 这个是第一样 这间公司它那个的手法上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的就是说 它是一个就是 就是比较没有陰工的地方呢 因为那个真是一些的小市民 他们那个的甚至是 就是棺材本 那么上下的金额 其次的就是说 这个金额呢 背后所说的一样东西就是 这一帮的市主 他们是当初去接触这个服务的时候呢 他们未必可能是很熟悉一些的 法律或者是相关的条款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话 所以他们去签署这些条款的时候呢 涉事的公司它是 是很懂得去利用一些法律的漏洞 或者一些灰色的地带 是从中是获得一个 就是所谓法律上的免责 或者是避免有刑事责任的问题 我亦都咨询过我们自己相关的律师 他都看过一些条款 的确是他们在那个赞写的过程里面 是非常之容易地刻意避免了这些的部分 那所以呢 我刚才有提过就是 有些市主其实他们向过消费者委员会 是去作出的投诉 那消委会呢 那个的回复就是说 他们会转戒个案 给他们选择 转戒去给海关 或者是警方 海关的说会不会是涉嫌 是犯上了这个商品说明条例 是的 至于警方的话 就是涉嫌犯上了一些 可能是诈骗或者欺诈的刑事罪行 但是呢 在这个的过去两年 他们都是跟这个商品部门 是有一些书信的来往 但是结论的就是说 其中有两个呢 就我所知呢 就是去了海关之后 是不了了之的 所以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就直接 希望能够去到警署 就是作出一个报案 就是因为每个个案 那个牵涉到金额 所购买的服务等等 是一些有不同的情况 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 逐个逐个去到相关跟进 好了 那说完那个销售的手法之外呢 那在那里呢 销售手法啦 他们在法律上面借住一些小市民 不太熟悉那个法律的情况 或者法律上的漏洞 然后去 可以从中获利 最后呢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的就是说 其实这些事主他们不是 没有察觉到当中的问题所在的 他们在这段期间 是曾经是向那些公司投诉 而这一个跨国集团的CEO 香港的CEO 是直接跟他们是有会面的 是的 那在会面过程里面的 就是有些说法 就是比如说 你投放更加多的金额 你去到某个买到某个的数字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回你们的本 或者就是说有其他相关的 一些的 要求 要他们达到才可以是 退出这个会员的机制 还有就是说 在这个 就是那个和公司的接合 和那个 所谓谈判的过程里面 曾经呢 亦都是发生过这间公司 是中间是改名的 改名的意思不是说 他就这样转公司名称 他是在网上 是发过一个消息 给那些的 就是相关的事主 就说 他的公司已经是 似乎有个逆手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叫他们去选 他们会不会是转去另一间公司 如果去选择另一间公司的话 相关的条款和细则呢 都是和这间公司 是有所不同的感 当然他可以说明说可以选择或者不选择 但是当一些事主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原来这间公司所承诺的一些提供的服务 或者一些所谓的优惠 他们就从此是消失了 大家明白那个情况 所以 那个情况简单来说是选择 选择又死 不选择又死 所以回言之 就是去到第三样 我们为什么会认为 就是那个是涉及一些刑事的罪行呢 因为当中那个不单只是 就是那个的货不对版 而在那个手法上面 会不会的就是 他是有使 甚至是逼使他们 是去购买一些根本他们是不符合承诺 和是不符合说明 亦都是根本事主是不想要的服务 但是就被逼因为在那个合约条款底下 要是从中 是要作出那个的选择 那个的抉择 是的 所以就就着我们收到的求助 大致上就是关乎刚才那三个的部分 是的 我简单去说一说 那现在呢 今天的记招呢 有七位的事主 他们的总金额 OK 这七位的事主总金额加起来 接近的是一百万 刚刚好一百万的 是的 所以我刚才所强调的就是 不是非常大的金额 但是就是因为金额相对是十万二十万 所以很多事主 有其他的一些我们都熟织的事主 那样东西就是追不到 政府求助无门 当自己蠢了 当自己是 就是被人家说 眼中所谓的贪心 或者不小心 当跌了 但事实那样东西是不公平的 亦都是 有可能有违法的成分 所以希望的就是说 这一样东西 除了我们 个别的个案 是需要处理之外的话 政府在那个的立法和政策上 他们都要注视这些商认的推销 和会员制那类型的销售的情况 是的 我大致说到这么多 不如我问一问 就是说 会不会是有一些事主他们是想 详细的讲一讲他那个的情况 然后如果记者朋友有些什么提问的话 那我们待会也做了提问 好吗 那我身边的是 钟先生 是的 钟先生 但是我首先呢 调一调位是不是 好一点 因为那个麦是中间 慢慢讲得了 因为当日呢 我们购买这个booking offer 属于那些金卡的那些 就 说给我们听 他只需要付款 不需要经营的 便可 就可以收到那些市场的利润 分红或者那些 在香港那些公司 购买那些 生产的 而推动的 成份的那些 但是呢 第二 在香港呢 在2017年呢 追讨的会议中 提出 那个叫做booking offer 之外的 会计那些 一定 不可以再 在下线 要 给四位之后 就变金卡 接着呢 会员呢 就可以买booking offer 可以分红的 分红的 分红的 所以呢 未有通知到我们 同意就生效了 只要我们转 转去第二个 刚才说过这个问题 那 在香港的公司呢 要求买booking offer 一定要 要买金卡 才可以 购买 第四点 之前的 合作的商户 全部的服务 都已经没有了 又说 一卡通行 都已经 没有了 接着现在公司 就没有 什么服务 都没有给到我们 就是这么多 好了 就说中山的情况 其实 那个意思呢 我很简单 这样去 帮他 例清一次 那个公司 是要求 就是说 他们是买了 所谓的booking offer 但是呢 开头他们买的时候 就说明 就是说 他们给了一块钱下去 就可以 是当中 就可以收到 市场利润的分成 但是 后来 在中间 就是突然间 有个说法 就是说 他们是要经营 什么是经营呢 就是他们是要再找多四个人 做下线 是的 掛在他们的户口下面 然后 那四个人 假如他们有任何购物 消费等等 然后 中间 就是所得的一些所谓的利润 他们就在那里 再有一个百分比 作出个分成 但是 这件事就按 中山的个案来说 他当时去购买 这个booking offer的时候 并没有这样的说法 是的 他是不知道这件事 但是 既然是后来 突然间加了这个 所谓的分成的条款 或者分成的要求 那 亦都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就在2017年的时候 就是去做了一个追讨会议 就和公司呢 是作出一个追讨 开个会 是的 那香港开个会的时候 于是在那个会上 公司又再次要求 就是说 你们要是有一个所谓的分成 就一定是要是符合回 刚才所述的条款 那这个就是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他们就是说 是认为 是没有任何的通知 没有任何的修改之下 就改变了 他们那个利润所得 或者是参与 这个公司的服务 那个的条款 是的 那另外呢 这个可不可以多说 就是说 什么为之买禁卡 才可以是 就是有个所谓的 能够有那个 买禁卡 他的 那个买禁卡 他的那个金卡 他这个 我解释一点 原本就是 他要去叫做 加入这间公司 去购买他们的服务 或者是你想在他 当中去提供一些 就是经营可以盈利到的方法 那时候呢 他是一个会员制的 是的 那你怎样才可以 买到一个买禁卡 如果买禁卡 你就不需要叫做 靠下线的盈利 你才自己有利润 那怎么才可以 买到这个买禁卡 就是你要由一个 普通的会员 买了 变成一个金卡的会员 那里首先要 先是 投放一笔金钱 去叫做 会员制度上的升级 那你才可以 再用多些钱 去买这个买禁卡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是的 就是这样 那刚才最后有提到的 就是说 什么为止是 所谓一卡通行 那这样 因为其实这间是一个 跨国的集团 是的 奥地利的一个集团 那他有一个吸引 这一班的事主 和小市民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 他们在世界各地 都是 有些计划 或者是某些制度 你成为会员的话 都可以在世界各地 买一些货品 或者去一些餐厅 等等 是会有折扣优惠 所以 为什么会说 所谓有一个一卡通行 的说法 就是你只要拿到 他的会员 那张会员卡 就是世界通行 在世界不同地方 之外 他们公司 覆盖一些范围下 你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但是 那样东西就是 说了 接着 是不是一年时间 就再没有 大概一年时间 就是2013年的时候 他们去 入会 但是大概一年时间 就再没有这一样东西 就是 叫做 符合当时 那个签约时候 一些的服务承诺 大致上的就是 钟生他刚刚所说的 就是这个 详细 他自己个案的部分 有没有一些记者朋友 你可能有些问题 想问 想细緻一点点 是 booking offer booking offer booking offer 属于一个地方的服务 是什么产品 是否就是 因为你讲的 2015年 一定有关系 是 因为 他这个booking offer 可能他们公司的 俗称或者是什么 就买那些 那些 金卡 你要找多少个金卡 跟着出去 就有人帮你 消费那些东西 你可以赚取那个利润的 那些 那些真的是个会值 来的 要要十几万 或者过十几万 才买得到这个 我想问一下 可不可以理解清楚一点 就是一开始 他入了会之后 就打算买booking offer 那你给了钱 就可以有这个会值 那有了会值之后 你就可以收到市场的利润 但谁知道 中施就说不行 那你 要么你就 叫多四个人买 那你就可以才能分到利润 要么你就要买新卡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 他那个推销的手法 就是说 就是我们 就是 初初接触他的时候 他就说 你不用出去自己 跑那些数据的 你就可以 你找到那几个 下面的会员 好像差不多 好像陈鸭的 你就可以帮你 消费 你就可以赚那些利润 就足以这样 简单说句 你直接可以不用做 你找到几个 找到那些下线的 那些就可以 收到那些利润 就是这么简单的 如果找不到客战 你就可以买那张金卡 还要买那张 买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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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商户呢 是一些 都知名的连锁的商店来的 那开头 就是 各位事主就是 见到 譬如 这间公司所 所提及的一些商户 都是 可能周街都见到 那就觉得可靠 那于是呢 先和他们买了一些 现金的代用券 那开头呢 是可以行使到的 但是后来 和至今 已经是没有办法再用的了 那 那而另一个可以去 赚取利润的方式呢 就是 就是靠他们去找一些 下线的会员 一起去参加这个计划 那从而呢 透过下线的消费呢 去赚取中间的一个分成的 那但是如果你 不想去找下线 都可以 赚取利润的方法呢 就是 你首先将自己 由普通会员 升级做金卡会员 然后呢 你就可以有资格 去购买这个 booking offer 而booking offer的作用呢 就是用来 令到你 不需要找下线 都可以赚取到利润 大概理解吧 那个金卡会员是三万元的 三万元 是 是 想问一下 中间班都说 其实是投资了多少 一开始 不知道 有没有免住一个什么心态 还有呢 赚取利润 你刚刚听到呢 就似 呃 如果都是想着 透过一些面金券 只不过是用便宜一点的 售价去排行 最初都用得到 从而去赚到利润 但是之后那种 那种分成利润呢 其实是怎样从而可以赚取得到呢 还有是否 最初呢 头过一年呢 都是有接受的服务 只有一年之后 接受不了服务 也有个感受是 怎样 就是 都曾经报警啊 曾经找过他联络啊 那两方有什么回应呢 因为我们找过去的那些CEO啦 谈过啦 将这些问题 根本我们 入会的时候 跟现在完全不对现啦 还有呢 他给那些 就是下线那些 那些 很多那些 大型的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品牌的那些公司 他全部都没有了 现在都 大型的那些超市那些 那些全部都没有了 根本你那些 就是 买了那些会籍的那些钱呢 在下面线的那些 用不早啊 用不早啊 地庭都没有了那些 大型的那些 那些 所以就 没有了这些 那些 公司又要求我们 要转会籍啊 要 因为可能啊 政员说 他整间公司 改名 那要我们 逼我们要 转会籍啊 所以我们就 去过其他一些求助 他刚才都说过了 那些事情都是 冒门啊 我会来问 Mr.Trump How did you get to know about the shopping scheme and how much money you spend and how much money you spend 多少钱 多少钱 他先说 你就是说 你整个的计划 你是投放了多少钱 如何知道这个计划 如何知道这个计划 或者是另外 有一个 就是上线的人 介绍这间公司给我们 那么 多少钱 多少钱 每次投入 投放进去的 接着我们就找一些 下面的会员 那样的 就是十几万 那边呢 那边呢 我想问一下 当初怎么接触到这间公司 就是它主动你 还是你用了些什么 计划 才知道有个人 有个人 当接触到这间公司的时候 就是有个 就是它好像 我们的上线那样 就是它去找会员 找我们 那我太太那间美容院那里 就认识到那个客人 就是这样进了这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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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你说那些现金券 是最后没有得用 你是实体的现金券 还是那些电子的现金券 它是实体的现金券 那些白货 那些鞋 那些鞋 还有密当劳 那些现在全部都不存在 是没有存在的 那些现金券 他不存在的意思 不是那间公司不存在的 就是那些买的那些 那些优惠券 是 就是没有提供到 好啊 我转一下 所以大家明白的,那件事是很難明白的 我解釋一下,不如我由這間公司最初開始 其實這間公司是用一個銷 你喜歡ABC小姐什麼都可以 Z小姐 其實這間公司是用一個購物的形式 這樣來吸引一些會員 他跟一些13年他們在香港成立了公司之後 他們就跟香港一些大型的百貨公司 好像是連卡佛,IT,大快活,日本城,Pizza Heart 剛才提過麥當勞 我估計他們可能跟這些這麼大的 和我們日常生活品用開的公司 買一些他們的現金券 然後轉售給我們 轉售途中一定我們要入會 因為這些是我們日常生活百姓 經常都用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覺得 入一個做普通會員都不錯 有些現金的優惠回來 後期就跟我們說 香港新的公司特別優惠香港 就說出了一個叫做 香港登記的開放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booking offer 這樣呢 怎樣做呢 就是說 因為他們這個公司 有一個會員制在這裡 譬如我成為了會員之後 我的購物 有部份的回贈 就給了介紹我入會那位人兄 或者是先生小姐 這樣的 我們稱之為上線 而我們又介紹一些朋友 相熟的人來加入 他們就是我們的下線 我們就可以抽取 他們購物之中的分成 這樣後期 為什麼會有booking offer出現呢 他就說 你們想快點有一些分成 而不需要是你們自己 製造一些下線的會員 或者你們自己購物的回贈 那你就給我12萬多的錢 這樣就由這間公司 全部的會員 他們的消費 而提出來的分成 你都可以享有按百分比 但是那個計算方法是怎樣 我都不清楚 這樣變相我覺得 挺好的 因為不用自己買那麼多東西 因為我們都是小市民 都不是每天可以去到連卡佛買東西的 這樣 我們就想買這個 因為這個12萬6千多 它就會退回24萬多錢給你 就叫你自己購物 這樣 另外一樣東西 你要做booking offer 剛才 中山 中山提過 他們的要求就是 你要做金卡會員 再給多3萬元 而在那3萬元裏面 他又會提取6萬元出來 叫你自己立刻 去融掉它 經去公司 誰不知 我們 6千 對不起 是6千 誰不知 過了之後 就慢慢 他們那些商號 大型商號 我們日常接觸的 日本城 大發活 吃個快餐都好 買個沙煲餐都好 這些逐漸 就不提供這些服務了 就說沒有這些現金券賣了 他們公司就說 我們可以自己 他們公司說他們有權 去找任何公司去做的 我們無法去用這個服務之餘 我金卡會員又留在那裡 後期我們又發現 就跟我們說 我這間公司 就會轉去做另外一間公司 叫我們轉去做另外一個會員 剛才中山都說得很清楚 裡面更加多東西 還有那些條款 還收窄了 這樣 轉那間公司 其實只有他們公司 集團式的 我們入 我們初初入那間 叫Nikonet 他們叫我們轉 就轉去Nikonet 那個斷法就是 有少少改變的 好像是 原本就是L-Y-O-N-E-S-S 就變成N-E-T 是的 然後就是L-Y-O-N-E-T 是的 我們發現裡面有些事情 對我們會員來說 沒有好處 為什麼呢 我初初是答應了那個制度 那個要求那個服務 你叫我轉的 我不轉 你是不是應該要退回金卡給我呢 那個會費給我 他們又不肯轉 你們不轉就沒有辦法了 原用在你們舊的會員 那間公司的會員裏面 但是也都開錢 沒有服務提供給我們 還有一些是完全不相關的服務 我們都用不到 在網上店那些太小的東西 我們全部都用不到 我們很想用的那些 最初很想吸引我們用的那些 就全部都沒有了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還有我們就很懷疑 就是我們轉了去 有部 我想有很大部分 已經轉了去另外一間 公司繼續做他的會員 那好吧 我們買了一個預訂單 那怎麼辦呢 我們舊有那些 我不知道他怎樣 去幫我們運 然後有分成給我們 還有我可以很坦白說 2013年底 我買了一個預訂單 到現在 我是一毛錢 分成都收不到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相對清楚 那個情況應該可以 還有沒有有記者朋友 是還有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 其實當初 為何會去投入 其實他講那種優惠的程度 譬如說 他的現金券 其實是1000元 但你可能用10元 你便買到 可不可以講一下他用 不是不是 其實他就說 他在那些大型的商號那裡 買了現金券 我舉例 連卡佛這樣 他真的是給連卡佛公司發出來的 現金券 但是 譬如你想購買500元 連卡佛現金券 公司就先收了你500元 再給你500元 現金券 那怎樣會有現金回陣呢 他公司有個制度 不同商號 他有不同的現金回陣的百分比 有些是2% 有些是3% 但其實他每間商號 除了有2%或3%的現金回陣之外 他還有一個叫中成的 那個就牽涉成7% 這樣就叫你們去繼續 在那個帳戶那裡 就溫下去的 所以我們那個現金回陣 其實是好像連卡佛這樣 其實只有2-3% 即是100元 他到時退回2-3元給你 還有他另外一件事 很吸引我們 就是說 他們公司說 還有現在搞一個 什麼叫一卡通行呢 就除了 剛才鄭議員說過 就是說 我們拿著一張卡 他們有發展的國家裏面 我們都可以去消費 但是另外 他們就提出 很吸引我們 就是說 有一個master card 是他們公司的 他們公司將會去搞這件事 但是很希望我們多些會員去做 他們就可以跟master card 這間公司談到 去申請一張master card 來給我們用 我們就變成不局限 在他們找的商號裏面去做消費 我們可以拿著這張卡 去不停去 譬如去其他地方買東西 購物 購物卡 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有這個會贈 這個是他們 告訴我們 他們會發展這件事 而且是正在做的 但是最後是沒有了 不了了之 其實聽起來 那個分證都真的很多 例如2至1個分證 現在你可能要找20個客戶 或者20個客戶才幫 那時候是沒有這樣的要求的 他只不過 我們做一個普通會員的時候 他只不過跟我們說 現在我們時候看就覺得 原來都是在找我們笨蛋 我們那時候真的發現不到 只不過他做一個普通會員的時候 他就說 你介紹了會員進來 第一層 第一個會員 如果又介紹另外一個會員 在他的會員下面 變成了兩層會員 他就經常在強調 這兩層就不屬於藤瓦式推銷 這樣你們放心買東西 雖然我們那個回贈不是很多 但是我們這間正常的公司 說到這麼溫馨 和不是層層疊 我們以為是質疑正常的公司 還有銷售手法 有這麼多大型的公司 他都買到現金券 還有一點的 不好意思 我都補充 因為其實在這間公司之所以 剛才那個記者問得很好 為什麼事主 除了在生活上有些券是吸引呢 因為其實這間公司 是曾經投資推廣署 是跟他做過專訪的 是的 所以為什麼呢 就是這個是投資推廣署的一個專訪的一頁 所以為什麼呢 就是他們可能剛才又問到 為什麼會被受吸引或者落搭 政府部門也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是叫做政府部門有訪問過 所以為什麼呢 就是他們會覺得 那件事是到現在 想回頭自己是 認為有些離譜 和是深深不奮 雖然說是一三年到現在 其實過去這幾年 他們不斷都會跟他們是有周旋 但是真的去到無可奈何的話 才是覺得是要一起走出來 是站在去報警去處理 最初他們都未必有想去找下線會員 去豐富自己的分成 因為最初是叫做onlist的一些 都是一些很有名的連鎖的商店 他們想著原本 市民的消費都會用回到這些商店那裡 那不如就賺中間那個 為什麼你說可能兩三百分比不是很吸引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 因為可能大家每天的消費 都是會放進去的 所以就覺得 反正都是這樣 就試一下這個政府有份去推廣的公司 買預約之前 其實他們解釋得很清楚的 公司和上線 加上我們去租土的時候 去年的CEO說 我們的上線其實都有接受過他們的培訓 當初我在2013年的時候 聽到他們介紹這些消息的時候 他就說 購買了預約之後 你自己不用買東西的了 其他人消費慢慢幫你累積分成 但是那些分成就不多 但是山大斬埋又差 這樣告訴我們 還有他那個是說 跟我們說 是可以很長遠的 慢慢的每年都有收入的 還有還有一樣東西 那個收入就是不多 但是那個滾傳 還有去的時間 我們去享受的 可以基本上 他就說 舉例就是告訴我們 兩至七年之內 你們的booking offer的回報 就是你們的成本 其實他都回到給你的 他說根據他們以前的公司 這樣 跟著我們小市民想 我們這些十萬八萬 都回到回來 但是我們房銀行又沒有釋收 但是他們那裡 慢慢慢慢 就是幾十元 八九十元 都可以分到給你 慢慢儲夠 那我們就當是一個 給銀行去儲的日式 就更加安全了 加上他們那個言語化 後期我們去追討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一件事 經常跟我們說 這些不是投資 你不會去管無歸的 你一定會得到本 這樣說 怎知原來是一毛錢都沒有 剛才小姐有提到 就是他們去年的時候 是跟CEO去會面 做了一個追討的會議 有個片段可以 他作出一個補充 就是說 他們是有講到關於上線 那間公司 他們問到 為何跟他們當初講解 或者當初跟他們說明的不同 公司有個回應 就是說 你的上線有跟你說的 他沒有說清楚是他的問題 但他強調的就是 那個上線 並不是他們的員工 是的 他是接受過他們的培訓 但並不是他們的員工 就是說 其實在過程裡面 那個公司一直強調 我們沒有責任的 是你 上線 他是有一些不對 或者說得不清楚的地方 你就問回他 向他查詢 我具體是否有沒有問題 剛剛那個 是的 還有我們當初 未購買購買購買 之前 我們都經常打到他們的 客人服務員 問情況會是怎樣 因為我們其實都沒有 經常問上線的 打到公司問是最清楚的 我們想問他的時候 其實我都不暇打了 十幾二十次電話 在兩個多月裏面 我也考慮到差不多 接近四個月我才去購買 他們的公司經常被一個承諾 我們說 放心 你們的上線就會很清楚的 還有受了培訓 給我們這些客人服務員 他們更加清楚 因為他們每天都接觸 你問回上線就最清楚 現在他們的公司經常跟我們說 加上我們又去公司那裡 經常聽講座 我們就引伸到 以為他是一個很有責任感的公司 那還有之後呢 去年07年那時候 不是17年那時候 上年跟我們說 後來就引伸到 不是的 你下線要有四位金卡會員 你才可以幫你做出來 我們覺得很奇怪 如果我們下線有四位金卡會員的時候 每位金卡會員都要付三萬元 四位的就是12萬 那我覺得 如果當初公司是要求這樣說的話 我們都不會去做這件事 是啊 因為這件事的話 不如我自己做金卡會員 自己慢慢去累積回來 剛剛還有問題 你什麼時候發察覺到這個可能是一個有問題 你什麼時候發察覺到這個可能是一個有問題 我們覺得很奇怪 這間公司才剛開始成立了 都只不過 由我認識它 去到它說要轉變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那兩年時間 我就會開始覺得很奇怪 如果是一間正常的發展公司 它不需要去轉另一間公司 叫我們在裡面轉去做會員 它可以一直在修正自己的公司 會員制度 它轉另一間公司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害怕了 這樣 我就開始意識到有一點問題 越問就越奇怪了 請問還有沒有其他記者朋友有問題 不如 因為我們待會約了去警署去做落案 那兩條 兩條 好嗎 兩條 好嗎 是 其實我為了買預約會員 而做金卡會員 那我總數的話 給出來的現金的話 其實我是有五萬多的 不過它每一個步驟都有現金 退回現金給我 叫我在他們公司裡面 買他們商號的東西 那裡就買了三萬元 其實我頭尾接近三萬元 其實我現在還在他們手上 我就應該是有十一二萬 接觸是經朋友介紹的 還有那位朋友 我想問問一下 那去到金卡 這個高層次的地方 那金卡會員會再大一點 也就是大於三萬元 其實整順 都是二三十三 不過是由其他人幫你去賺這筆錢 但我想問問 另一條 魔鬼在細節呢 那其他朋友 當你去追討他 喂 我沒得用這些招呼 我沒得用這些什麼什麼的時候 其實對方就說 同樣可以這樣做 有權這樣做 我們不能做 就是它的細節 魔鬼在細節的遺憾 都是你做的 不是不是 它實際是停了 它最初呢 我們打電話說 我們想什麼時候 連卡佛的現金券 究竟我們去購買 這樣的時候 它就說 還沒回來 你們遲一點 然後這樣 然後有時候就跟我們說 兩星期左右 那三星期左右 還沒印得切 就是說人家公司還沒印得切 這樣不一定是連卡佛的 可能其他商號都可以的 這樣呢 就令到我們 就買不到 就不是說那個Q房用不到 有時候就是拖子權這樣 是啊是啊 然後呢 繼而就已經消失了 沒有了 接著就再告訴你 我們公司是有權 用聯絡任何一家商號去買的 我們不跟連卡佛做 我們會找另外一些百貨公司 那時候他又給了另外一家百貨公司 那間是 那間是 鮮絲 鮮絲 是這樣 就是這樣 鄭議員想問一個問題 是 是 是 想問一下你那個12個 投票的方案 可不可以說一下年齡層在哪裏 還有你會不會知道現在 這個地址 香港的國貨公司 有沒有具體的地址 四日你補充前者 年齡那個界別層呢 其實就是成年人去到 退了休的老人家都有 因為其實呢 大家都是 感覺到日常消費 不是那些年輕人的消費 我們好像買菜 所以我們那個年齡層就比較大些 香港公司的地址 尖沙咀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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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可以說出來 其實 可不可以說出來的 可以說出來的 廣東道 那個叫做廣威中心 廣威中心 是的 問剛才你說現金券 可以再用嗎 不是 再用是買不到 買不到 是沒有那麼大的 他們跟你說 他們不再聯絡 那些商號再繼續 是啊 即是沒有商道可以 即就算給了一些現金券 都沒有商道可以提供到 不是不是 他的現金券是 他是買了那間商號的現金券 的購物禮券 這樣然後 你指定是 譬如他買了麥當勞 麥當勞 麥當勞的那些 永久有效史 用10元一張那些 是真的麥當勞的印刷來的 全部都是麥當勞的 他們去那裡買 然後 他現在索性是停了 他不跟他們繼續做 繼續做合作商號 所以就沒有了這些現金券 所以就沒有買這些 所以就沒有買這些 我們想 最初用開 用得很開心的 商號的現金券 另外 你們有沒有簽過合約 跟公司 因為入會通常有些東西簽的 但就很簡單 還有我們有些東西 都不是很看得明白 那些東西是一張合同書 還是有兩支的簽紙 沒有的 是我們自己簽的 純粹是我們的簽紙 幾頁 甚至 我補充 甚至是那個所謂的合同書 購買一方 其實今天來到的市主 他們都不會有正本 據我所知 他們現在手樓上的 全部都是副本 所以 對嗎 都是副本 其實都不是叫合同書 所以那個不是我們所理解的 就是雙方的合同 他們是買完之後 然後簽了個字 然後那間公司 給回一個copy 就是一個所謂的合同書 是的 今天寫了那個優惠怎樣實行 還有有沒有寫了一些 可以保障你們的證明 他們解釋就很籠統的 還有我們有上線的解釋給我們聽 就是說 你買了預約通報告之後 那有一份東西要填的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將我們那十幾萬呢 其中的八萬幾元 要選幾個商號 就填了下去 就說那個商號裡面 你會使用 日後會去使用 但是他說不用的 你不做金卡會員 你是買預約通報告 你不用像金卡會員那樣 將它比例按在不同的商號裡面 然後再在裡面再消費 加大個消費 然後走出來 只不過我們是形式上面寫下的 但是其實就是 香港所有的會員 他去幫你消費 拿回來就可以了 那個回贈 分成那些東西 現在轉了 你剛才說一百萬元的損失 是否全部都轉了 去北京安法 或者金卡的資金 是 兩者都有 請問有個問題 因為這間房間 還有下一位議員 有預約了 如果有什麼需要再跟進 我們待會在警署外面 或者可以嘗試再做 我們現在差不多時間去警署報案 我們馬上去 馬上去 沒錯 麻煩各位 謝謝